老丈人今天送了我一个可爱的小猪头啊 但是我这个为他犯了抽 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啊 能充分展现这颗猪头的温柔 哎呀 拿水简单泡一下 拿小刀 把这个猪头刮洗干净 这猪头好吃啊 刮猪头是个利酒啊 每次都得十几二十分钟 刮洗干净以后啊 我们下到锅中满满灯灯一锅 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来点溜酒 准备干小葱 继续切断 小姜来两片 咱们把姜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水开后啊 咱们把浮沫给它撇一下 戳着差不多啊 把这个猪头给它捞出 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然后开火 油温两三群热啊 咱们把切好的葱姜 给它下到锅中 来一勺皮鲜豆瓣酱 来一勺辣椒酱 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咱们小火啊 把这些调料啊 给它炒香 然后给锅里边来点生抽 稍微来点水啊 然后把猪头 把它放到锅中 咱们这个猪头啊 还挺省地方 给锅里边稍微来点 给它调料 稍微来点水 然后来点老抽 调一下颜色 咱们这个猪头 好 然后咱们八角桂皮香叶 白芷草果肉扣 锅里头再来点干辣椒 稍微来点盐 盖盖 咱们小伙给它压上两个小时 准备一点点大蒜 稍微来点小米辣 点缀一下 最近这段时间 我这个吃辣能力 随着我的反复体验 由当初的初窥门径 现在已经融会贯通了 现在随随便便 就是三五干小米辣 准备点小葱 来点这个辣椒面 生抽 然后给上边浇上热油 陈醋 来点小芝麻 味精 来点香油 准备一干小红肠 然后咱们给它切成小丁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咱们把鸡蛋 炸到锅中 炒米饭 炒米饭 来点生抽 盐 然后把葱花 咱们这个主食啊 单炒饭 相当OK了 炒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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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猪头 其实非常炸裂啊 咱们给这个小猪头啊 淋点汤汁 这个 咱们这个小蘸肉啊 继续换到这个玻璃板中 给这小碗啊稍微来点醋 给它涮一涮 哈喽哈喽大家好 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哎呀呀 先来上一小块 咱们把这个 这个猪鼻子这一块 这也叫拱卷 说实话 今天这猪 猪头肉啊 那我们真不赖 兄弟们 连脆骨都很好吃 这感觉超棒啊 爆炸 接下来是猪的这个 有点烫 有点烫 就是这个下巴 今天做的这个太香了 哇 这一块 咱们拿小豆给它拉开 哇 好吃不过 铁骨肉啊 这挨着骨头的这块 它就是温度保持的特别好 哇 小达完美 吃肉不吃蒜 下面少一半 这颗猪头比较小啊 相对瘦一些 这没咋吃啊 这猪头都快被干完了 咱们真正炖的肥肉不腻啊 哇 哇 天 这个感觉真的超过瘾的耶 这半颗小猪头啊 还剩点瘦肉啊 嗯 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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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超爽啊 今天这顿猪头肉吃的极其丝滑 鸡蛋 再放入鸡肉